你好吗 我是李磊 今天是春分 这两个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和明媚 那这一天太阳和月亮平分了昼夜 热风和冷气平分了寒暑 一切都刚刚好 有一年我去杭州的林隐寺 就在那个寺里看到一幅对联 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 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么好的事和坏的事怎么样呢 无非是一半一半嘛 这是中国的智慧 凡事不要追求最满 不追求实权实美 要的是那个半称心 你才觉得人生里面还有很多的希望 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春河景明 波澜不惊 这样的好日子里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呢 我之前讲过一本书叫张伯鞠与故宫国宝 就讲到当年张伯鞠先生是盛世翩翩家公子啊 然后他集毕生的财力倾家荡产收藏 后来又把108件物品都捐给了国家 那现在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 就是张伯鞠先生捐的一幅古画 隋朝斩子前所绘的游春图 那你想一想隋朝到我们现在多少年了 可是竟然有当年的笔墨 那一幅画流传下来 他竟然经历了战火 骊乱朝代的更迭 没有从你眼前消失啊 这都要归功于张伯鞠先生 那这幅展子前游春图是画在绢上的 那当年一定色彩更为浓烈 现在我们眼睛里面看到的已经经过了岁月的打磨 但是依然会被那个青绿色吸引 他就是描绘阳春三月 春风过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赏春呢 江南地区青山叠脆 湖水融融 然后就有那个世人骑着马 从山上的小路里经过 或者是站在湖边眺望 有美丽的女子泛舟水上 水面微波凛凛 然后岸上桃花杏花都在开放 绿草如荫 中国人很懂得天人合一 懂得敬畏万物是谦卑的 那路上相遇呢 也就是抱一抱拳 可能就各自走开 这就是人和人 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看过了感受到了 那就觉得非常美好了 不是说万事万物都要为自己所占有 所以也就能轻轻松松地放下 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一份古典青山绿水间的心情 送给春天里的你